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活不下去了 双方说法不一 幼小的生命谁来呵护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三十四天的生命 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男婴 这个婴儿从出生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仅仅在世界上存活了三十四天 他的家长甚至都没来得及给他取上名字 甚至都没来得及给他留下一点点的影像资料 孩子是2008年3月23日出生的 不幸的是他一出生就身患重症 孩子得的病叫第一尾部脊柱裂 就是婴儿脊柱上面有一个囊肿 随着年龄的增长囊肿也会长大 时间一长就会压迫背部神经 导致下肢瘫痪大小变湿剂 所以孩子出生后的第七天就做了手术 可手术后高烧不退 没办法 孩子的家人将出生仅16天的孩子 转到了河北省邯郸市中心医院 新生儿科 然后第二天我们医生就做了腰穿 做腰穿以后查脑 那个脑机的常规 还有生化 就支持明确就是诊断 可以诊断为这个化弄性脑膜炎 而且当时我们也做那个脑机的培养了 几天以后回来的结果就是死肠球菌 所以这个诊断非常明确了 邯郸市中心医院通过检查发现 孩子不仅患有敌尾部脊柱裂 还有严重的化弄性脑膜炎和脑积水 病情相当严重 随时都可能危及生命 可是就在孩子住院才半个月的时候 邯郸市中心医院却把孩子送走了 这里并不是邯郸市中心医院的病房 而是当地成安县人民医院的一个洗衣房的值班室 董宝云是洗衣房的一位工作人员 他说2008年4月23日下午16点钟左右 邯郸市中心医院派了一辆救护车和两名医护人员 把重病在身的孩子送到了这里 这间值班室不仅没有任何的救治设备和医护人员 而且和洗衣房相通 带有病人身上各种病毒细菌的床上用品和衣物 随时都有可能送到这里来处理 这对本来就生命垂危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作为专业机构的邯郸市中心医院怎么会这样做呢 最起码的这种医德 咱不会说假话的 绝对我们不说半句假话 他当时就要求放弃治疗 但是我们遗憾的就是没有让他签上字 他起来就走了 医生也没有把他拽回来 邯郸市中心医院说 因为孩子的病情很严重 他们没有把握医治 为此他们就尽快劝家属转院 以免耽误病情 这一点在2008年4月18日那天的病例上可以得到确认 孩子的父亲在上面签了字 可是孩子家长的反应让医院有些无奈 但是家长当时就跟我们说 说这个什么 这个我们还在这继续住院 但是不要再跟我们继续积极治疗了 就是孩子还在这放着 但是你不要不要就是说 说那意思就是放弃治疗呀 还在这继续我们不抱走孩子目前 但是你不要继续跟我们治疗了 邯郸市中心医院说 作为职业医生的他们不可能见死不救 可家长的态度却是放弃 到了2008年4月20日 家长干脆就从医院消失了 无论医院怎么联系 孩子的家人就是不来 也不办理转院手续 因为你一个这么严重的孩子 你在我们这放着 虽然我们是无赔护病房 但是我们没有权利 给你到上一级医院去治疗去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是不是 我们怕耽误孩子病情 邯郸市中心医院说 一是担心事情拖下去 会耽误孩子的病 二是如果孩子死在他们医院 将来有说不清的麻烦 所以经院领导批准 2008年4月23日 也就是孩子满月的那天 医院决定用救护车 把孩子送回家 可是在路上 事情出现了波折 孩子的家在成安县的一个村子 离邯郸市中心医院 大约有六七十公里的距离 可是当天下午 医生们找了好长时间 也没找到孩子的家 后经打听 在成安县人民医院工作的董宝云 和孩子家有亲戚关系 于是他们就把孩子送到了成安县人民医院 交给了董宝云 让他转交 我跟他就是个另一区 不是亲戚 就是一个村子 就是一个村子 另一区 其实董宝云只是和孩子的姥姥是一个村的 并非直戏金属 可邯郸市中心医院说 他们也实在没办法 孩子的父母为何要放弃治疗 记者深入调查 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浮出水面 34天的生命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近几年来 将重症患者遗弃在医疗机构的事情 屡屡发生 医院确实有苦衷 可当记者向孩子的家人求证时 他们却否定了医院的说法 只要有一点希望 我们也要看 不管将来孩子是 容易留活症 不管自己是什么情况下 只要有一点希望 我们就要这样去 孩子的母亲说 这是他们第一个孩子 又是儿子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这一点 从他们交住院费上可以看出 孩子入院后 他们总共交了五笔钱 共七千元 最后一次是2008年4月20号 也就是孩子被医院送走的前三天交的 孩子的母亲说 如果真向医院所说 他们在4月18日那天就要求放弃治疗 他们怎么会两天之后还去交钱呢 孩子的母亲说 他们一家都是农民 全家一年的总收入也不过一万块钱 给孩子做手术 给孩子做手术花了五六千 转到邯郸市中心医院后 又交了七千元 这一共就是一万三四千块钱 几乎全是借的 而且越到后来借钱越难 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医院建议他们转院 他们没有答应的原因 记者从邯郸市中心医院提供的治疗费用清单上看到 孩子的治疗费几乎每天都要数百元 最高的一天达到了一千三百多元 孩子的母亲说 邯郸市中心医院的治疗费已经让他们无力承担了 如果再转院 费用可能会更高 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邯郸市中心医院了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 那么邯郸市中心医院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出去呢 就是就是欠了几百块钱 就把我们孩子送到那边 孩子的家人说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拖欠着医药费 原来2008年4月20号 他们交了最后一笔住院费一千元后 就实在借不到钱了 而治疗费却以每天数百甚至上千元的数额 在增长 就是在23号上午嘛 跟我们打电话 打电话说 说让让过去交钱 我们当时已经 就是说农村的已经花了好多钱了 2008年4月23日 也就是邯郸市中心医院将孩子送出病房的那天 他们已经拖欠了医院七百多元的住院费了 这个欠费数额 后来记者在邯郸市中心医院得到了证实 孩子的家人说 医院曾多次向他们催药 就在当天上午还打来电话 可他们还是没有借到钱 所以也就没有去医院 没想到下午 医院就把孩子从病房里抱了出去 有这个不交钱就不给就不给你治 而且还给你送回去 这就是就是福山是是是医生的那个医德 他们不应该 不经过我们同意就送你 就送到那边 说实在 他欠的款并不多 一个堂堂这么这么大一个中心医院 我们不会因为你欠几百块钱 一千块钱 七百块钱把你送送回去 可能吧 我们主要是本着对你负责的态度 医院说是家长主动放弃治疗 家长说是因为拖欠医药费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无从判断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那就是孩子被送出来之后 躺在洗衣房的值班室里 就越来越没精神了 我说你别往这儿烦 我说你烦这儿我不管 我说你你可以松个脚 我又不知道福墓 我又无缺接受这个下班 我也不知他的家务人 据接手孩子的董宝云介绍 由于重病在身 再加上值班式的条件太差 孩子越来越虚弱了 董宝云说 他不是孩子的直系亲属 不敢随便处置 而邯郸市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 放下孩子就走了 没有办法 他只好赶紧和孩子的家人联系 可联系了一下午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 孩子的家在离成安县人民医院 三十多公里远的农村 交通并不方便 等孩子的家人赶到的时候 由于长达十几个小时 没有得到救治 孩子已经不行了 在抱回家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2008年的4月26号 孩子走了 结束了他仅仅三十四天的人生旅程 失去了孩子的小两口 都只有二十多岁 孩子是他们的梦想 这件小棉袄 是孩子的母亲怀孕的时候 一针一线 亲手缝制的 可他没想到 梦想那么快就破灭了 他认为 邯郸市中心医院 作为一家公共医疗机构 为了几百元的欠费 竟然不顾一个婴儿的死活 在未经婴儿家属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把孩子送出医院 医院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可医院并不这样认为 你死亡 你用什么证据证明 你的死跟我们送回县医院有关系 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对这个事 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委屈 医院认为这一切后果都是孩子家长放弃治疗造成的 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副主任王岳教授 刚才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双方各有说法 我们退一步想 假设医院如果说的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家长确实放弃治疗了 在这种情况下 医院能否将孩子就直接放到洗衣房 即使家长表示出放弃治疗 应该说医院仍然不能放弃治疗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民法通则的规定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所做出的这种意思表示 他只有说有利于监护人 他才是有效的意思表示 虽然父母说了 你不用救他了 就让他这样自生自灭 但是这句话 对医院而言要清晰的意识到 他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这个孩子 他的生命受法律的保护 那么我们的医疗机构 必须要按照职业衣食法的规定 对他进行有效的抢救 不能以任何理由来推诿他 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 没有人照顾 没有医疗环境的这样一个洗衣房中 如果因此而导致了这个孩子死亡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一个 简单的医疗事故问题了 这甚至于可能构成一种 刑事责任的追求 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如果家长这方说的是对 说自己并没有放弃这个孩子 而是因为医院看到家里穷 拿不出钱给这个孩子治病 而放弃对婴儿的治疗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这个事又会怎么来评价 我觉得首先要界定 这个孩子当时的状况 像本案中的这个情节 当时这个孩子的状况 很可能是一种没有脱离危险 那在这种情况下 医院一定要把它进行一个有效的医疗照顾 我们职业意识法所规定的就职义务 对于极微病症是一种强制缔约义务 不付费你得限制 才能说你履行了我们职业意识法 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医院的这种要求 我们就退一万步讲 说这个孩子现在完全康复了 能简单的就把它扔到习义房去 我们更有效的方式还是通过法律的途径 如果父母确实表示出 要放弃这个孩子的话 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也构成一种仪器 那么医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医院可以向法院提出 要求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实际上听完你的分析之后 应该说无论是站在哪一方的说法 作为医院来讲 将孩子放到洗衣房置之部里 都是不对的 如果医院按照您说的 按照自己的职责 把这个孩子继续留下来救治的话 他这笔费用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应该说这种现象在现在社会上 确实是医院最头疼的问题 一方面他觉得和自己的职业底线有冲突 另外一方面又觉得 我如果救治了又没有人付费 对 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医疗行业一定要恪守我们的职业底线 那就此复伤 换句话说 对于极微病症 医院有一种不可推卸的救治责任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找到一些渠道 补偿我们这一块的经济上的花费 一方面我们可以找政府 另外一方面 医院也可以通过社会的捐赠 医院可以向社会寻求救助 我想这个案例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思考 在未来一方面政府要不断的努力完善相应的制度 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力度 而另外一方面作为医疗机构 也应当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肩负起救死扶伤的职责 当然社会的爱心也不可或缺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一个更重要的基础之上 那就是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对生命的尊重 感谢您关注本期今日说法 感谢您教育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 今日说法 十二点三十八